来了,就多待一会儿,我正在介绍爬行动物 老早以前就有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曾经种类特别多,数量更是不计其数 曾经满世界都是爬行动物 但是大约6500万年前,大多数爬行动物突然灭绝了 这里面就包括恐龙,为什么会突然灭绝 现在还是没搞清楚 但是有五大类爬行动物存活了下来 分别是鳄鱼,蛇,蜥蜴,龟,大蜥蜴 这五大类下面又分6500多种 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以外,都有爬行动物 先说爬行动物的皮 爬行动物的皮叫鳞状皮,普遍比较厚 又厚又硬 皮那个材料就和我们这个支架这个材料差不多 我们知道蛇蜕皮,因为蛇皮不会长大 所以蛇它必须要蜕皮 其实蜥蜴也蜕皮 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蜥蜴蜕皮 因为蜥蜴它蜕皮和蛇不一样 蛇蜕皮的时候是把这一整张皮都脱下来 蜥蜴它是直接把这皮蹭烂了 就皮一块一块就掉下来了 爬行动物还有一个特点 大多数爬行动物它一直长 活到老,长到老 到死之前还在长 你像一般很多动物成年后就不长了 等到老了可能还缩呢 但爬行动物不是 它是只要活着就长 这个就叫生命不息,生长不止 还有,爬行动物都是龙血动物 它身体温度随着环境温度变化 环境温度高了,它温度就高了 环境温度低了,它温度就低了 大多数爬行动物的繁殖过程是 母动物下蛋,然后小动物从蛋里孵出来 但不全是这样 像有些蛇和蜥蜴,它是直接母动物生出来的 但这个是表象 其实这小动物是从母动物肚子里面的蛋孵出来的 这母动物它把蛋憋在肚子里面不下出来 它在肚子里面孵化小动物 还在蛋里的时候 这小动物这鼻子上有一个尖刺 等到它长得差不多了 实际成熟了 它就会用这个尖刺把这个蛋壳破开 然后它出来 然后小动物生出来后 过一段时间,鼻子上这个尖刺自然就掉了 这个挺神奇的 下面分类介绍这些爬行动物 先说鳄鱼 鳄鱼主要分四种 英文名分别叫Alligator, Crocodile, Garia, Cayman 鳄鱼曾经和恐龙是同时代的动物 但是恐龙灭绝了 鳄鱼存活了下来 现在有人认为鳄鱼是爬行动物里面智商最高的 最聪明的 鳄鱼大体上看差不多 身体都是长条形的 皮比较厚 但是这四类鳄鱼还是有明显区别 先说Alligator和Crocodile Alligator和Crocodile它们两很像 区别主要是在这个头形上 Alligator它这个头比较短 鼻子这地方比较饱满 Crocodile头比较长 更像一个长三角形 还有当这个嘴巴闭上的时候 Crocodile它下额上的牙会露在上嘴唇上面 上额的牙也会露在下嘴唇上面 等于是又是天包地又是地包天 天地互包 Crocodile这家伙很坏 它攻击性很强 它会攻击大型动物 也会攻击人 Alligator虽然长得跟Crocodile很像 但是它本性比较害羞 当人靠近的时候 Alligator它第一反应是跑 它攻击人的可能性很小 这个就像有的人大个子 它也害羞 Alligator它生性害羞 但这个不代表它没有实力 它实力很强 它的咬力很大 它一口就能把一只大型动物咬成两半 还有这个尺寸 成年的雄性Crocodile 能长到14英尺 14英尺就是4米多 东南亚的咸水鳄鱼 能长到20英尺多 20英尺多就是6米多 大约就是我 加上两个姚名 落起来那么高 这个很高了 竖起来比两层楼都高 再说Caman Caman和Alligator是近亲 Caman生活在中南美洲 Alligator只有美国东南部和中国有 再说Garry Garry他的嘴巴又长又细 然后在鼻子这个地方长了个大疙瘩 像个灯泡似的 Garry和其他鳄鱼不一样的是 他嘴巴里的牙大小都差不多大 像其他鳄鱼嘴巴里的牙有大有小 Garry大约有160克牙 Garry喜欢吃鱼 他主要是吃鱼 Garry也能长到20英尺多 6米多长 Garry表面看着很凶 但其实他很害羞 Garry是秉为物种 有可能会灭绝 还有 鳄鱼在水里漂浮的时候 只有这个鼻子和眼睛露在外面 这个隐蔽性太好了 我们在视频里面都见过 鳄鱼啊 他在水下不换气 能待一个多小时 鳄鱼这个眼睛上有透明照 他这个透明照能打开能关闭 在水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透明照照上 保护眼睛 还有吃饭问题 所有的鳄鱼啊 都是吃新鲜肉的 他就是吃新鲜的 但是他不怎么挑食 你像鱼啊鸟啊 斑马啊 鳞羊啊 他都吃 也就是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 他都吃 前面说了 Garry主要是吃鱼 他喜欢吃鱼 还有这个鳄鱼啊 他有的时候吃石子 这石子啊 能帮助鳄鱼 把肚子里的食物磨碎 还有石子啊 能帮助鳄鱼潜水 他吃石子了 身体重了 潜水就容易了 这个跟那个潜水艇有点像 不过潜水艇是吸水下沉 鳄鱼是吃石子的 鳄鱼啊 一般是白天晒太阳 然后到黄昏出来活动 还是抓动物吃 我们都看过那种视频 鳄鱼他捕猎啊 主要就是把猎物啊 拖到水里面淹死 然后呢 把这猎物撕成大块 再一块一块吞下去 那鳄鱼啊 他在水里吃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呛水 他不会 他的喉咙口啊 有个盖子 他吃东西的时候啊 这个盖子啊 就把气管口盖住了 防止这水啊 进到肺里面 其实我觉得啊 我们人这喉咙口啊 也有类似的东西 你像我们吃东西啊 为什么吃不到肺里面 应该也是有类似的盖子啊 把气管口盖住了 但是呢 我们不能在水下吃东西 鳄鱼能在水下吃东西 这就是鳄鱼厉害的地方 还有鳄鱼这个牙啊 它这牙掉了 很快就长出新牙了 然后掉了再长 掉了再长 鳄鱼啊 一辈子啊 它能换五十多套牙 你像我们人啊 如果能换牙的话 那就省大事了 那根本就没有牙医了 没牙医什么事了 还有 Crocodile 它下蛋的时候啊 它是在地上挖一个洞 把蛋下到洞里面 然后再用沙子呢 把这个洞盖住 Alligator 它是用泥和这些植物树枝这些东西啊 做一个窝啊 然后把蛋下到里面 鳄鱼的蛋不需要孵化 它自然的温度呢 就把这个小动物啊 就孵出来了 母鳄鱼啊 一般会守候在这个窝附近 等着小鳄鱼孵出来 然后小鳄鱼孵出来呢 它再和小鳄鱼待一段时间 看等这个小鳄鱼能独立生活了 它就走了 像大多数爬行动物啊 它不这样 它下蛋就跟大便差不多 下了就走了 过一段时间 它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这蛋在什么地方了 还有啊 有的母鳄鱼特别好 等这个小鳄鱼快孵出来的时候啊 它还会帮小鳄鱼破壳 它啊 是把这个蛋请到嘴里面 轻轻的摩擦 就把这个蛋壳就弄破了 小鳄鱼就容易出来了 小鳄鱼刚孵出来的时候啊 体长大约是12英寸 12英寸啊 就是30厘米长 体重呢 是5盎司 5盎司是140克 这个很轻了啊 但是成年的鳄鱼 它最大能长到20英尺多长 6米多 非常大 你看这个照片啊 就是小鳄鱼啊 在这个母鳄鱼的脑袋上 你看它们俩差别就是这么大 再说蛇啊 蛇没有腿 这是废话 还有啊 蛇它没有眼皮 没有外耳 但是啊 蛇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 蛇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亿3500万年 现在啊 大约有2800种蛇 像地下地上水里树上都有蛇窝 前面说了蛇皮不会长大 所以蛇长大过程中它要退皮 退掉旧皮换上新皮 然后呢新皮再变旧 再退掉旧皮再换上新皮 还有蛇的颜色和它身上的图案是特别好的伪装色 有了这个伪装色 吃蛇的动物和被蛇吃的动物都不容易发现蛇 蛇主要是吃动物 它吃鸟 吃蜥蜴 吃哺乳动物 吃蛙 吃蛋 吃昆虫 吃蚯蚓 吃的东西也挺多的 它不怎么讲究 而且啊 有的蛇还吃蛇 绝大多数蛇是无毒的 无毒蛇能咬死猎物 也能通过窒息杀死猎物 蛇吃东西啊 都是整个吞下去 然后吃完一顿大餐后 它能很长时间 好几个月它不用吃东西 这个照片里啊 蛇正在缠住一只鸟 它把这个鸟缠住了 当鸟呼吸的时候 鸟呼一次气 它缠几一次 鸟呼一次气 它缠几一次 几下之后 这鸟就没法呼吸了 然后等着鸟死了 它把鸟吞下去 最后啊 只有鸟的羽毛消化不了 其他东西啊都消化了 这肚子啊就是这么厉害 这个照片里啊 蛇正在吞一只蛤蟆 这个蛤蟆正把自己这个身体骨大 不想让蛇把它吞掉 这个照片里啊 蛇正在吃蛋 看着它很难受 你看它这个皮都快蹭破了 但有可能蛇人家很享受 这里啊 我想起女同志的高跟鞋 看那高跟鞋啊 觉得穿上肯定很难受 很不舒服 但是啊 很多女同志穿上高跟鞋后啊 这精气神立马就不一样了 再说蛇吃蛋 蛇吃蛋啊 它不是整个吞下去 它的喉咙口啊有肩骨 这个肩骨啊 把蛋壳弄破了 最后蛇把蛋液吃掉了 这蛋壳吐出来 这干活就这么漂亮 蛇啊 是用舌头纹味的 舌头啊 是它的嗅觉器官 而且它这个嗅觉还挺灵敏的 再说蟒蛇 蟒蛇啊 它能下15到100个蛋 那它应该是一次下这么多 蟒蛇啊 是唯一一种会孵蛋的蛇 它啊是用身体啊把这个蛋围起来 然后这个身体震动发热 产生热量 加快这个蛋的孵化 这个就是典型的用爱发电了 再看这个蛇 这个蛇叫吊蛙带蛇 吊蛙带蛇遍布美国各地 和其他蛇不一样的是 吊蛙带蛇是生出来的 但是前面说了 其实啊是母动物 把这蛋啊 逼在肚子里面 在肚子里面 把这小动物孵化出来 还有啊 所有的蛇都会游泳 包括陆地上的蛇也都会游泳 有的蛇啊就是生活在水里 这就是水蛇了 海里也有蛇 海蛇啊 生活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温水区 因为蛇是冷血动物 它不能生活在太冷的环境 所以啊 它要生活在温水区 海蛇啊 能在水下待几个小时 像前面说了 鳄鱼能待一个多小时 这海蛇更厉害 能待几个小时 还有啊 海蛇也是直接生小时 它直接啊就生在水里面 海蛇的毒性啊都很大 这个照片里是树蟒 树蟒的嘴唇是天然的热传感器官 它通过对热量的感知啊 就知道周围有没有猎物 有没有敌人 南美的大蟒 能轻松长到20英尺多长 6米多 人们发现过一条南美大蟒 28英尺 8.5米 体重1500磅 这条大蟒 能轻松吃掉美猪豹 这个照片里是一条藤蛇 它假装自己是一根树枝 它能待在一个地方 一动不动几个小时 有其他动物真的以为它是树枝 靠近它后 它会突然袭击 杀死猎物 这个照片里 左边是珊瑚蛇 有具毒 右边的叫王蛇 没有毒 王蛇就靠自己和毒蛇长得像 保护自己 我想起我们人 也有类似的情况 你像有的人 其实本性不坏 但是呢 他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 为了自保 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坏人 人和动物一样 都是被逼的 这个照片里是猪鼻蛇 猪鼻蛇无毒 碰到危险 比如说碰到敌人的时候 他会使劲叫 假装要进攻 如果这招不奏效 他就会躺在地下装死 但不知道 如果装死还是不奏效 他该怎么办 世界上 现在大约有650种毒蛇 在这650种里面 有250种能要人命 有的毒蛇 在他头两边 这眼睛和鼻子之间 长有一个小洞 一边一个 这个小洞 是他的热传感器官 这个热传感器官 能帮助毒蛇定位猎物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他这就有点像热成像仪器了 毒蛇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响尾蛇 响尾蛇为什么能发出声音 是因为在它尾巴上 有没有退掉的硬皮 响尾蛇摇动尾巴 这个硬皮就会发出嘎嘎嘎那种声音 响尾蛇就用这个声音告诉其他动物 别靠近我 我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眼睛王蛇 眼睛王蛇 眼睛王蛇是世界上最长的毒蛇 能长到18英尺 5米多 这很长了 竖起来跟两层楼差不多 眼睛王蛇的毒液 能毒死一条大象 眼睛王蛇 他脖子这里的皮肤特别松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里的皮肤打开 显得脖子就比身体其他地方大好几倍 然后眼睛王蛇这么直立着往前走 你看着就很吓人 眼睛王蛇这个家伙确实挺狠的 这小动物刚从蛋里浮出来 就有攻击性了 这个是黑曼巴 黑曼巴是世界上移动速度最快的蛇 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7英里 每小时7英里是每小时11公里多 说起这个英里 英里在中文里面还有一个词叫麦 但是有的人把麦和公里混淆了 比如说你这车速是多少 他说是100麦 其实他是想说100公里 麦和公里不一样 一麦大约是1.6多公里 麦这个单位他大 前面说黑曼巴每小时11公里 这个速度很快了 黑曼巴体长是10到14英尺 他移动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的身体都直立 他能直接攻击人的头部 你像人站在那里 一回头后面有个舌头 你说害怕不害怕 毒牙的英文叫Fang Fang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汉语拼音 毒牙是空心了 跟它针管似的 毒牙后面连着毒线 毒舌咬猎物的时候 他这毒线收缩 就把毒液打到猎物体内了 这跟那个打针差不多 他这个毒牙根据构造 还分两种 一种毒牙是能活动的 平时不用的时候 毒牙就缩在嘴巴里面 要攻击猎物的时候 毒牙就打开了 能活动的毒牙 就跟那枪的刺刀有点像 平时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 用的时候再打开 活动的毒牙都比较大 它的毒线也大 长有活动毒牙的毒蛇 它的脑袋也比较大 因为它要装它那个毒线 生活在非洲森林里的 夹棚毒蛇 它的毒牙 是所有毒蛇里面 毒牙最长的 有两英寸 五厘米长 另一类毒牙就是固定的 固定的毒牙一般都比较短 这个是一张毒蛇的头部放大图 毒线大致在这个位置 蛇没有眼皮 这个小窟窿啊 就是它的热传感器官 这个是蛇的鼻孔 这个是蛇的毒牙 毒牙后面有毒牙翘 翘这个字啊 说明它这个毒牙还能缩到翘里面 它比那个刺刀还陷进 刺刀只能折叠起来 它没有套 它这个还有个套 这个是蛇的小牙 普通牙 这个是蛇的气管口 蛇吞猎物的时候 它这个气管口还要长大 保证蛇在吞猎物的同时 还能够呼吸 这个是蛇的舌头 这个照片里啊 人正在取毒蛇的毒液 毒蛇的毒液啊 是制作解蛇毒药的原料 这个照片里啊 翔尾蛇在跳舞 在交配季节啊 翔尾蛇会跳一种格斗舞 展示自己的力量和个头 企图下退其他同性 赢得交配权 这个就有点像人类的军事演习 向外界秀肌肉展示力量 蛇的脊柱又长又灵活 它有200到400块骨头 骨头的多少啊 和蛇的长短大小有关 蛇长了 它的骨头就多 每一块骨头上长有一对肋骨 这个照片里是两条蛇 在X光下的照片 你看啊 其中一条蛇啊 正在吃另一条蛇 这个是一个双头蛇的照片 双头蛇很少见 如果这个双头蛇啊 正好是吃蛇的蛇 那就糟糕了 这两个脑袋啊 互相都想吃掉对方 最后可能都没有好结果 这个照片里 耍神人正在吹笛子 蛇正在跳舞 动来动去 看着啊 好像是蛇啊 跟着音乐在动来动去 其实不是 蛇它听不懂音乐 它是看那个笛子动 它是跟着这个笛子动来动去 并不是跟着音乐在动 蛇没有味儿 听不见声音 但是啊 蛇的骨头啊 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 并且啊 把这个震动啊 传到头骨里的内耳 鱼和蛇说完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